正当这时 周围树林中涌出大量的修士 各个都有杜劫初期以及以上的修为 实力强者连杜劫后期都能看到 平常南明鲜火的老巢都是禁地 可今天露晨到来 那些火精失去了震慑的作用 不少人赶到了这里 打算坐壁上官 看看沙神收服南明鲜火的好戏 当然 人群中也有不乏心怀鬼胎的人 一个个抱着观战的思想 心里打着坏点子坏主意 这种人不在少数 修真界弱肉强食 陆晨深有体会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收服炼化鲜火最寄别人打扰 一个不好沦落万劫不复的境界 以吃家常便饭都容易 所以刚准备进去一关的露晨冷静了下来 肩膀上扛着那枚巨大的横跨山谷的浩空神锤 露晨用着充斥着沙翼的目光 冷冷的扫视着围笼而来的众人 让沙神禁地领域笼罩了整个山谷 周遭修士 大多耳熟能详过露晨的底细 不过真正见到过他出手的人却不存在 然而当那足以下退四宗数万高手的恐怖煞魔 咆哮着飞满了树林的时候 众人终于知道 露晨有多可怕了 先不论他的气势有多强 单单是一张张猙獰至极的魔头 就让人打心眼里生出畏惧之心 尤其是这种魔头对神石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 光是看上一眼 那些只有杜杰初期 甚至合体后期的修士 忍不住的同时喷出一口鲜血来 随后大惊失色的退出老远 人群中 黄精按着寒狼收敛气息 躲在密集的树林某处 从无数株树木的缝隙中 偷偷盯视着远处 让他刻骨铭心的仇敌 十万兵玉百多年 黄精原本没有出来的机会了 只不过抱着那一丝仇恨 他全力以赴的修炼 拼命的燃烧着自己的寿元 最终领悟到了兵玉中的上古仙术 此仙术名为双尸 是一位神能高手 观鬼宗修炼的法门 柔和了道法的仙法自创而成 这种仙术让黄精的法力大尽 本命寿元化成法力 使他成为了渡劫中期高手 但此种仙术有一弊端 那就是 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是以命搏命的方法 不管成功与否 自己的肉身和猿鹰将会被体内的冰原力 冻成冰块 没有活路 唯一的活路 就是在成功之后 瞬间夺去对方的肉身 将猿鹰互换 这样的好处 可以让修士得到比自己本尊 更为强大的肉身 所以 所谓双尸 也是一种夺鸡之法 只不过 比寻常的夺舍夺鸡 要强大百倍 千倍 望着临终飞舞的魔头 黄精知道 此季还不是自己出手的最佳时机 他要忍 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一次出手的机会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黑火燃起 迅速将整片蓝幽幽的带着火红 仿若梦幻般的密林 变成了黑色的领域 黑煞心火剧烈的生腾着 陆尘气势一路攀升到巅峰 大眼先绝下的杜劫后期修士 并不需要地煞逆天境 就能达到大成初期的实力 要是全力以赴 林中 根本没有人是陆尘的对手 陆尘也不是骄横跋扈的人 目光环视着 声音虽冷 却远远没有达到目中无人的地步 他说道 陆某与此炼化鲜火 请诸位道友退避 否则 陆某将视步入此片幽谷者为敌 陆尘说着 右手燃起一团黑火 金色的外韵 漆黑的内里 举手划出一道光弧 以继尘为中心 整片山谷百丈以内 成为了沙神独有的禁区 那些高手 无不退避三舍 连话都不敢说的 跳到了陆尘所画的圈外 看着众人蜂拥而退 陆尘不由点了点头 也没忘记道声谢 多谢 面子是人给的 但之前也要给人足够的尊重 陆尘做到了 与此同时 谁都明白 自此以后 赶进入黑色圆圈中的人 将会被陆尘视为仇敌 以沙神的各想 那将是不死不休 淡淡的回来一声 陆尘扭过头去 左倾汉适时的跟了上来 站在了陆尘的身边 他的身子靠后 有意的为陆尘 遮挡住部分 可受到攻击的角落 显然准备好了 时刻出手 又是一个杜劫后期大圆满高手 使得那些心怀鬼胎的修士们 大多收敛野心 驻足观看着 正当这时 陆尘正准备进入到洞窟中 一窥究竟时 忽然整座山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无数的裂缝随着颤抖的石壁 揭开了极大的裂缝 大量滑石碎岩从山上落下 最大的直径至少在数米左右 山梯仿佛要塌了死的 那几个洞口火光冲天 一股惊人的火焰气息 从洞中涌射而出 随着火浪的涌出 山谷地面开始塌陷 整片林子青刻间化成了飞灰 只有陆尘和左青汉成为山谷中唯一的存在 陆尘纹丝不动 凝望着数百米高的洞口 一点点崩溃 整合成一只巨大的洞穴 就知道自己不必进去 南明鲜火本尊即将出现 正想着 果不其然 山谷中的温度 再度因为南明鲜火的出现 无限高涨 直到一只硕大到堪比成年 兴严瘦的鳞蛇脑袋钻出来的时候 方才维持到一个 让人难以继续留下来的恐怖高度 这就是南明鲜火的火魂 魂火 洞口中呼啸伸出的林蛇脑袋 庞大的惊人 血盆大口蓝心若鞭 甩动间 把山谷的地面砸得分崩离析 地面出现一条条惊人的洪沟 这般洪沟入地数十丈 简直跟深渊没什么两样 呼之小贝 我要吃了你 轰的一声 一团团陨石般的蓝色火球 也从蛇口中喷涂出来 砸得大地不住往下陷 陆尘再想保留实力也不行了 这时候 整座山谷都没有了落脚之处 只能欲动着身形在空中 急舞躲闪 造化一时 天机第一重变化 左青汉看得芳心大乱 内心涌现出几个晦涩的词汇 连想都没想大声的提醒道 哥哥 小心 刚喊出声来 血盆大口历史张得无比宽广 仿佛要将整个方军塔都吞进去似的 赤烈的火蛇 卷动着大片的烟雾将陆尘一口 吞了进去 陆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觉得天旋地转 昏昏噩噩 等他睁开眼睛时 那巨大的蛇口已经咬合了下来 这还是他的酒煞原因 神识强大的结果 若是换作旁人 恐怕早就被一口咬死在当场了 情急之下 陆尘收回了好空锤 狭小的空间只容他盘坐在蛇口下盘 陆尘挥手 将那毛刺般的蓝心狠狠地抓在了右手中 旋即握紧双拳 拼命地轰向蛇口上额 轰 蛇口没有咬下来 被陆尘的双掌死死地撑住 但陆尘也没能将蛇口轰成粉碎 庞大的压力从蛇口上额中压下 致使坐着蛇口的下盘不断地下坠 只将那半山腰以下的三百米高的石壁 轰轰地砸成了粉碎 最后在深渊的底部停下 轰的一声 山谷中再起烟尘 而这次明显比陆尘来到的时候 整片山谷下陷了数百丈 无敌蔓延的皆是黑蓝两股 欲裂的火焰 咆哮得火龙火蛇如同空间深处的恶魔 争鸣现世 左青汉大惊失色 赶紧扑下去救助 可到了下面的时候 只见蛇口紧贴着乱石堆成的地面 丝毫动弹不得 南鸣浑火莽动不了 陆尘也动不了 那巨大的蛇口咬合力 堪比大城中期高手 他一丝一毫也不肯放松 臭小子 咬都咬不死你 本座今天非吃了你不可 蛇腹中传来南鸣愤怒的吼声 嘴上较劲压力再度加大 畜生 收拾不了你 我就不叫陆尘 给我顶 哦 陆尘也来了脾气 明明知道南鸣本尊的魂火 全在这只蛇口上 根本不敢大意 大眼先觉 地煞逆天九径 全然施展而出 九煞原鹰的法力 形成完美的循环 就像一团风暴 在子府中央疯狂的卷起 就这样 一人一伙 持续僵持 而似乎这种斗法 拼的是内在晶圆 谁的法力更强 谁才是最终的胜者 不过身为鲜火 又能化魂巨灵被石 南鸣鲜火远远不仅如此 正当两人拼了命的较劲的时候 南鸣火猛的腹部 顿时飞出一团幽蓝色的火珠 陆尘可以清晰地发现 这枚猪子 正是南鸣鲜火的魂火法珠 鲜火所有晶圆 领悟 全在珠子中 惊魂的一刻 陆尘下意识地催动心法 黑煞心火的火种 自动地跳出经脉 经由陆尘的喉部 飞出口中 陆尘也没时间多想 张口一喷 便是一个黑色的火团射了出去 与南鸣火猪来了一次完美的对撞 砰 蛇口惊现耀眼的火花 黑蓝两色火种撞击在一起 不停地蒸杀拼搏 只见黑煞心火与南鸣法猪不相上下 南鸣火莽不经反喜 硕大鼻孔 便是由异彩绽放出来 好强大的火种 要化此火种 本尊等于超脱凡尘 破须飞升 就算到了仙界 也可化形本尊 成为一方修者 小子 多谢你的大礼 妈的 谁胜谁负 研之上早 去死吧 神势微动 陆尘全力施展 九煞原营庞大神势 尽数施展 把黑煞火种的火能 催逼到极致 两大高手就以此种 开始了神势上的较量 陆尘这个时候 终于明白绿斗的苦楚了 南鸣鲜火 厉害如斯 绿斗不是对手 太正常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 绿斗能够逃出 升天 都算万幸 还提什么 收服火种 此时此刻 陆尘倒有些 感激宁无牙来 要不是宁无牙 黑煞火种 应该还不是 南鸣鲜火的对手 就算现在 陆尘嘴里说的话 坚硬如铁 可心里还是提心吊胆 不敢有半点马虎 汉儿 帮我护法 我要跟这只畜生 一拼到底 陆尘赶紧出声 臭小子 说神是畜生 本尊的品杰 比你们凡人 不知道墙上多少 南鸣骂道 滚蛋去吧 再厉害也是畜生 我吃了你 两大高手 坐在山谷深处 不但在体内和法力上 进行着剧烈的较量 庞大的神识 更是交锋不断 那两枚火种 石而化成人形 用五计比拼 石而变回火种 相互撞击 当人不让 周围修士 虽然退出很远 但还是能够看到 山谷下面的蛇口 以及盘坐在蛇口中 连嘴唇都咬破的路陈 就在蛇口中央 两大火种交锋巨烈 震颤的大地都为之摇晃 方军塔三层乱套了 空间重力尽致发生了改变 仿佛空间紊乱了起来 从百倍至千倍的重力地域 不断的崩溃 后友出现的时候 明显换了位置 修为高深的修士上好 感觉到压力来袭 纷纷抵挡 只有那些倒霉的 合体后期修士 在不小心之下 原本站的位置 变成了千倍重力 直接被压成了肉饼 无数修士 不顾一切的逃窜 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姿态 所有逃出方军塔 三层的修士 都围在大门前 胆战心寒地望着 那摇动不停的 巨峨巨塔 同样的情况 不仅仅出现在三层 就连远在旋即兴的 一层空间 也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 但此种改变 仿佛没有第三层那般快速 致使很大一部分修士 早早地逃出了方军塔 坐镇于通天阁中的南国阁荣 卓仓红 卓不凡等人 以及所有杜杰高手 皆是震惊地从阁楼中飞出 域外星空 森严的宝塔浓云翻滚 长空所云 喧腾不休 那一刻 天变了颜色 周围空间出现的裂缝 不在少数 空间乱刃 卷起的风暴 比太臣风暴群还要可怕 玄机星乱了 地级星群也乱了 方军塔的变化可谓惊天地 就连远在遥遥数亿万里的幻尘星域 都感受到了那一丝明显的变化 高手进出 无关乎多么强大的修士 皆是坐着法宝掀旗 领宝朝方军塔方向掠去 银河最多的不再是星宿 而是一个个用大挪移之计 在域外星空闪动的修士 到魔鬼妖各族人马齐出 通天阁外 南国阁荣眼中惊险异样的神采 此神采说不来是激动或兴奋 又伴着担忧 大城后期的高手 仲仙玉当时第一强者 无数光环笼罩的南国阁荣 激动的手心都捏出了汗水 树袭之后 站立在双颈御心坪上的老人 下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命令 仲虹开启仙中 老夫有话说 是 阁卓 卓仲虹的眼神中也有兴奋的神光 领命之后 以七块无比的速度 奔回通天阁 少许 远在玄机星一二层的通天阁 阁外红中响彻 同一时间 玄第二级星球 各自浮现出一道硕大的法相 真身 玄浮之虚影 正是南国阁老 老迈的南国阁主 神采奕奕 副手而立 脚下扶贫光影 掠动 烟霞四起 仿佛正是那神话中的仙人 将士画反